這是他要的領域性 那護槽性就是這個樹下生人回避 生狗也要回避 黃金也是經過這 那邊也被捉得莫名其妙 這是誰打他的頭 其實我拍鳥的時候也常常講說 我已經很專注在拍了 誰打我的頭 原來是藍雀後的東西 我們已經注意說 槽裡面有一隻藍雀 然後這個宮廟在旁邊借戶 可是他還有其他的幫手 那這個藍雀也還有一個 藍雀的特性還跟其他鳥類不同 就是剛剛講的他的家族性共同生活 所以他的藍雀期間 他就幫手很多 他的這個第一代的孩子 也幫忙帶食物回來 所以他們五六隻的小飛機在上面 也是吃得很開心 很容易長大 那這個制度叫做槽邊幫手制 就是說鳥類的槽邊幫手 還有很多幫手 不像很多鳥類是青鳥兩隻很忙的 很辛苦的來帶食物來 所以藍雀就是有這種強壯的功能的話 是在鳥類當中他是比較強勢的 因為他確實很強勢 他吃的東西很多 他吃蛇啦 蜥蜴啦 青蛙啦 或者小老鼠啦 或者是昏蟲啦 或者是昏蟲啦 那吃這個昏蟲之外還不夠 還要吃一點水果 木瓜我們就是送給藍雀吃的 然後我們的這個 我們上針在後面 剛剛那個 我們有提示採上針 但是我看起來不多 在圍牆上有懸掛一些 還不夠大家來吃 那還有這個 樹葡萄 所以剛剛說 我們去看看樹葡萄 趕快採 然後回城的時候再 那樹葡萄就現吃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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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說不吃的話 藍雀就把他吃掉 藍雀就吃昏也出去 所以剛剛是非常難吃的 他如果吃以上的 剛剛的那些昏蟲之外 他還是別人家草裡面的小鳥 所以是他很兇的 所以是他很兇的 但是…